我过去hire员工 我现在hire神明 雇用神明来帮我去搞这些 好让神力加住我的身上 我做得再烂 你都得听我的话 这种治国办法 就是挖东墙补西墙啊 来宝树里有白宝 让哲星和夏凡哥 为你开箱来挖宝 哈喽我是哲星 哈喽夏凡哥 最近我滑手机的时候 看到几个综艺节目的片段 艺人界的虎妈 其实是正向的评价 她是个虎妈 我觉得有点像开玩笑啦 她参加一个 亲子育儿类综艺节目 就会呈现这个明星家庭 平常她是怎么管教儿子的 大家就很快会发现 哇她在一群女明星当中 是最凶的一个妈妈了 哇这个其实蛮紧张的 儿子吃饭做没有做像 歪歪扭扭啊 要吃不吃的啊 这一定会被她念 是 别人夸她说 哇你好帅啊 她会盯着儿子 你怎么没有跟阿姨说谢谢 要表达一下回应嘛 观众们在看这个实境秀的时候 最后都是给这个虎妈 非常高度的评价 大家用虎妈笑称她说 虽然她在女明星当中最凶 但她交出来的儿子 比那一些崩坏的新二代 帅哥儿子们好太多了 是是是 一样都是新二代 每个都是天生明星脸的小孩 只有她的儿子 带人有礼貌 坐有坐像 站有站一下 是 更加讨人喜欢了 妈妈的管教里面 其实孩子也在看 你是不是也这样去做 所以我相信 这个明星自己本身 可能也有一些要求 所以孩子也看到 妈妈是这样做 所以她也愿意照着去做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东西 以前不是有一部很有名的台剧 叫做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我觉得她套用在基督徒的教养观上面 其实也完全说得通 因为就算是我们生出来的孩子 她仍然是上帝的孩子 不是要按照我的期望长成 我要她长的样子 而是我的主 我的上帝 你赋予我的孩子生命 你希望她长成一个怎么样 合你心意的样式 按着上帝的意思来教养孩子 所以圣经也教我们是按着神的心意去管教你的孩子 而不是说 你去教成一个你认为她很棒的小孩 也许学业很顶 各样都得称赞 可是呢 她的内力却不是如此 那可能就更痛苦了 那些被网友戏称长歪的新二代 那些脸蛋很帅 但是常常做出崩坏行径的 家庭教育可能是太过以孩子为中心了 什么都绕着她转 什么都讨好她 就被宠坏了 没错 为什么在信仰上很重要 是因为她有个核心的东西 调整的是爸妈跟小孩 都要被这个价值去调整 一家一起学习 那另外一种是 我只是要把你塑造成某一种样子 或者是还没关系 就以孩子为中心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顺着他的个性去发展的时候 这某种程度会变成某一种溺爱 或者是放纵 听起来孩子很开心 长远来讲不是很健康的 讲讲百宝书开箱 今天要来开下一个天生黄厨 也就是含着金汤池出身的 她登基之后 做出了一连串的崩坏行径 这很奇怪 她明明就已经按照 人生胜利组的路线 成为国王 为什么还要做这么多崩坏行径 让我们来看一下 列网集下第八章 还有历代之下二十一章 今天要开箱的是南国犹大国第五任君王约兰 他是约沙法的儿子 哇不得了咯 约沙法可是个伟大的君王 这位约兰他底下还有六个弟弟 约沙法除了把王位传给长子这位约兰 还分给其他六个儿子 经营财宝 犹大各地的兼顾设防城 也就是让儿子们 你有钱有权有地位了 不要去抢你大哥的王位 这应该算是很公平 很有智慧的做法 不是当王储的人分到其他地区 其实也为了拱住家族的统治 现在很流行的古装小说里面 都会把王爷这种角色 刻画成什么江北王啊 镇守北境啊 我觉得虽然很多小说是架空的地理 架空的历史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还是 不拖古代对抗那个强城一倍 对 蛮族或者是所谓的外邦的 边防的很需要 所以每次刻画皇帝跟弟弟的斗争 那个弟弟通常不拖是个江北王 守卧兵权嘛就有机会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约兰看起来已经很人生胜利组了 什么都不缺 他32岁登基 而且坐稳了王位之后 竟然一口气把六个弟弟统统杀死 还处死了一批前朝官员 圣经完全没有解释为什么 但是却两次说 因为约兰娶了北国先王亚哈的女儿为妻 还效法亚哈和北国诸位坏王的坏榜样 难道约兰杀地这当中可能有 北国势力介入或者北国出谋划策 因为亚哈的女儿其实已经见识过 也许别的手段 对他是有启发作用的 我可以驾过来 我也可以拥有权柄 在某个程度来讲 他可能影响了约兰他的信仰 甚至对朝廷跟各种的看法 他会把北国朝廷里面容易发生的事情 一连串的也放在约兰的身上 说你要防着点 你要防着你的兄弟 每个从亲王的角度 带着兵就回来抢你的位置 这种观点在他脑袋里面可能有 而约兰可能也信以为真 觉得我的王位要站得稳 要坐得稳 就得把这些有可能当王的人一个一个杀掉 亚哈跟耶席别的儿女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家教非常的彻底 我们上一回才开箱 他们两个的儿子亚哈谢 是怎么样铁齿到死都不愿意信靠上帝的 而且对权力的管制方式 他把在北国的想法带到了约兰的身边 今天我们开箱到了亚哈跟耶席别的女儿 也被他们俩交导得好好啊 是 因为他看到的朝廷就是这样 他看到的王室就是如此 所以对他来讲 这就是事情 比如约兰你太天真 如果你搞不清楚 你可能就成为下一个要被杀掉 甚至被取代的人 所以这个角度在他们脑袋里面可能产生了 那再加上约兰法的晚期 并不是那么的公顺的 甚至也有一些他的兼职或固执 这某个程度也影响了约兰上来的时间 他三十几岁当王 我们会觉得 哇 还不是正好一个年轻力壮 可是就那个时代来讲 其实他已经晚了很久当王 就会因此而忌惮 比他更年轻的弟弟们吗 他们比我更年轻力壮 迟早会把我干掉 我很可能因为在那个时候的 比如说我一个人的年岁 到底能够活多久 可能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长 所以三十几岁已经到我们讲中壮年期了 不像我们还是青年了 还正年轻 对他来讲有更多的担心 加上雅哈的女儿 带给他的讯息 在耳边不断的怂恿的过程 我觉得很自然 他觉得这个手段是好的 我就一次解决这些隐忧 约兰这么会被他老婆说服 他是不是本身个性很好讲话 他说不定跟雅哈有那么一点相似 就是说他其实对王位跟管理这件事情 他不是那么的擅长 但是呢 这个雅哈的女儿 可能对这方面又有一点野心 他就可以运用约兰 来睡醒他的一些想法 这幕后的一个君王的概念 那这个王在前面 他在后面 告诉他这样做会比较好 他就听进去 这桩婚姻说穿了 仍然是上一位游弹王约沙发 是留下来的 定下的 没错 所以追根究底 真的是约沙发的错 对 所以我们想想说 约沙发应该也留了一些问题后来 那当然也可从约沙发 因为强势的关系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强的君王 可能让约兰就急于表现 或者是在这过程当中 他反而很担心当这个强者过去之后 他撑不住这个场面 他就要用更强烈的手段 来压制这个社会 说我告诉你 谁对我有一点点的幻想的 我就让你们就死无葬身之地 可能就真的做了一个很强烈的手段 来警告有任何这种思考的想法的 都让你们断绝这个机会 其实直到现在 婚姻关系 整边人说的话 仍然是对我们会有很大影响力的 如果今天我真的原本是 想要一心一心靠上帝的 但我就刚刚好 嫁给了一个 怂恿我动心机 用手段的一个人 男生娶到一个 有野心的太太 那我们长久被洗脑 好像真的很容易就被洗成 他的那个样板 变得很难持守出众 我原本是想要 好好爱上帝的 回头想嘛 有时候你不是真的 耳濡目染就觉得 他讲的是对的 是你也经不住那个烦 一天到晚跟你说 就这样就这样 你怎么会那么笨啊 你怎么不这样去做 真的搞到最后 你已经搞不清楚 到底谁对谁错 所以才为什么 即便他是在婚姻的 关系的里面 如果两者不是 能够一起对上帝 有更多的认同 其实是很辛苦的 所以你要比别人 加倍的坚持 才能去见证 坐在你自己家人身上 我们常常讲说 有时候不是他 不想做好的 是我们不要再说了 好我就照你这样做 可以吗 也是另外一种危险 那现代基督徒 嫁娶到 雅哈跟耶喜别之儿女的人 到底能怎么办啊 我觉得当然 事实上在你选择 对象之前 信仰一致 那当然是最好 但即使不一致 我们也希望 在开始的时候 有一些婚服的原因 是因为至少 厘清一下 你们的价值观 有没有太大的落差 那我们继续走下去 也许才有机会 那将来可能 他真的也可以认识主 所以一开始 不管他们两个 是不是姓主的 价值观就落差这么大 你硬要把他们 凑在一起 我觉得走一辈子 也是痛苦 早一点在前面 要做一些功夫 真的一旦嫁娶之后 那我只能说 必须付上代价 因为你要怎么样 在这样的面前 继续坚持你认为 对的事情 那可能真的是要 花很大的耐性 跟坚定的力量 不然的话 很容易在这当中 走下去也很辛苦 很多挑战跟压力 我想人之所以 这么容易被枕边人影响 是因为常常婚姻关系 会使我们生命的主 意味 结婚前 上帝是我的主 结婚后不知不觉 我的配偶就变成我的主了 这个压力就在你的眼前 24小时都可以 受他的影响 但是好像不是24小时 都可以听到上帝的心意 这种时候就会慢慢慢慢 自己可能都不知道 原来我生命的主 已经意味了 接下来圣经说 耶和华却因自己 与大卫所立的约 不可灭绝大卫的家 要照他所应许的 永远赐灯光 给大卫和他的子孙 这话让我觉得有点不公平耶 约兰已经很坏了 他就是容许自己被他老婆带坏 是 然后上帝 叫他从前对大卫的应许 仍然让约兰的子孙 可以坐上王位 为什么人可以靠着祖先得好处啊 我觉得这个不能讲说 这时候叫这个祖德流芳 他们的硬币子孙 那种概念 他就是蹭到大卫的好处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大卫所带领的这个信仰 传承在这个世代 在这个国家里面 仍然有很好的根基 所以才能够让上帝能够继续怜悯他们 因为他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这个王室 也为了这个国家 有这么多人还是专程的对待上帝 所以上帝愿意怜悯 那对约兰来讲 他还没有走到那个极端 所以某个程度上帝说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你的至少前面很多人 都还是按着大卫的心意 去敬拜这位上帝 如果能够效法你的祖先 那我们就有机会了 有点这个意思 提到大卫并不是指说 大卫就完全了 而是大卫所带来的教导 到目前为止 还是在你们当中是被看重的 所以提醒他 你有没有回到大卫所做的工作的 那个方式的里面 那个专程对上帝的想法里面 这个机会就可以延续他的德性 继续得到上帝的恩典 约兰王统治期间 发生一场外患危机 其实这场外患危机 要先讲到约沙法王执政的时候 当时乙东这个地方 是没有统治者的 就是一群散居的百姓 因此约沙法 他就派了一个总督 去管理乙东 当时候就有点像是 殖民管辖乙东这个地方 但到了约兰王执政的时候 优大国力显然是 比以前更衰弱了 乙东就自己独立建国 自己产生了一个国王 来统治乙东人 他们就不鸟什么 尤大国总督了 是 约兰王当然就气愤 率领大军去攻打 这个背叛的乙东 原本是他们的殖民地 没想到在战场上 他竟然被乙东人 团团包围 一直苦苦打不出 这个人墙吧 直到那一天的深夜 他才突破重围 灰头土脸的逃回去 逃回耶路撒冷王宫了 尤大军也通通溃散逃回家 从此尤大国就再也没有人体 要去征服乙东 是 其实乙东在这边应该讲说 他更早期 他甚至比以色列更早建国 所以很早就有国王 只是在后来大卫的时期 慢慢经过一几场的战争之后 后来乙东变成 不再有独立的一个王的机会 就变成是他们派的军兵 在里面也驻扎 带管这个国家 那当然到了这个时候 约兰的国士也掉下去了 当然就趁机赶快起来 把国家重新得回的概念 所以他们是这样子 在回到一个有国王的时期 但是其实以东城过去来讲 他就在某些军事 治谋 一直在这个加南地区 是颇有盛名的 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 智慧人来自于乙东 他们甚至也很骄傲说 不可能有人可以打败我们的 也就在这个机会里面 得回他们的荣耀的感觉 我们终于成为独立国家 重反荣耀 是 没错 所以其实约兰这时候 也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国家 已经走到一个衰弱的一步 不再像他父亲约沙巴那时候的军队 这么的强悍 已经失去了那个地位了 以东人对他们的血统DNA 是非常自豪的 我们是伟大的民族 有机会当然要独立建国 很特别的是 当中有一座犹大的城 也随着以东独立建国 脱离了犹大国的统治 它是位于犹大边界 靠近菲利士帝的利拿城 圣经没有解释 为什么会有一城也趁机独立了 我脱离国家管辖 他们明明是犹大人 所谓的独立就是说 我不认你这个王了 这个利拿城 在这个时候的独立 他其实有点是偏向 菲利士的位置 就是说他把他过去 自己独立层次的概念 提出来 犹太人当中 也开始出现了某一群 认同迦南地这边 原本的那个著名的角度 你是说他们转而投靠 菲利士的 让菲利士管辖他 他们自己就成为一个 独立的城邦 利拿城我就成为一个单独的 我就不再受犹大的管辖 我也不认你这个王了 不过是一座小小的城 为什么会有自立为王的需要 为什么会需要独立呢 有很多原因 一个是犹大本身的 管制的能力已经不足了 有中央政府 等同于没有中央政府 那还不如我自己管我自己 没错 然后当时其实在这个地区 本来城邦政治 就是原来它最原始的模式 所以一个城就是一个邦国 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那当然对这个地方来讲 它的国政宗教 它可以自己决定 就可以自己保护自己 甚至税收我也不用交给你了 那我自己可以自己自足够了 在国家衰弱的时候 就很容易出现的现象 可以说利拿城 应该是个满自己自足的城 虽然它只是一座城 对它是作为一个城有大有小 所以它可能已经对自己的实力 或自己城邦的 自养的能力已经到一个程度 所以我干脆我就自己当一个城邦 我干嘛还要分红给你 还要去供养你这个君王 又没有什么用 干脆我就自己独立起来 以东跟利拿城的事件 都显出犹大国内外的 这个国师的衰败 好像逆着约兰网而来 圣经说这是因为约兰离弃 耶和华他列祖的上帝 是 讲到约兰他其实并没有荒废 他做王的责任好了 但当一个人不倚靠上帝的时候 真的局势就会越来越走下坡吗 好像所有事情都逆着我来 不倚靠上帝 并且你看他的形势为人的做法 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国事就往下坡 第一个 他对你自己的手足都不信任 他都要把他们杀光了 就可见在整个国家里面的 管理的方式当中 可能都是很恐怖政治的模式 甚至很不安定的状态 没有信任感 所以对一个国家社会来讲 最重要的社会资产就是信任 如果信任都没有 所有东西就要花更大的成本 去控制它 去影响它 这件事情其实是很负面的 消耗内耗国力很凶 这些国家当然可以趁此而起 反正你给你管不了 让你管制一天到晚 自己都很害怕 会变成你下一个目标 所以这些国家的毒 就很自然反映出来 在这国家里面的信任度没有 治国的能力消失 甚至他的管制方 变成很内耗的模式在进行 当然会产生这些结果 他不信任他的六个弟弟们 把他们都砍头了 别人也会不敢信任 约兰王 那么整个团队 我们不要说一个国家好了 就连一个工作团队 教会里面的一个服侍团队 一旦发生了彼此猜忌的状况 那么所有的效能 速度全部都会下降 你都在花力气去防着别人 对你做些什么事情 当然不信同上帝会加重这个现象 因为我不相信上帝给我的王位 我要自己想尽办法去维护这一切 然后我要为我自己的利益 用各种方法去 小心别人的任何的一些危险的 或者是计谋的话 那自然这件事情只好走下坡 没有人能够待得下去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连手反应 那也可以说 确确实实 当他不要上帝插手的时候 自己越做只会越来越糟糕 圣经说上帝就是爱 如果我不让爱的上帝 进到我的团队里面 而我想用自己的手段 去猜忌 去掌权 去彼此分化 来满足我的安全感好了 那么我的团队 会有越来越多的外患跟内忧 这并不是上帝报复我 这是一个自然的趋势 就在这样子的状况当中 约览王仍然不求上帝绑主 反而在犹大高地山丘上 建造了各式各样的神庙 带领引导更多的犹大百姓 得罪上帝 这种做法是诉诸宗教来 有点像转移焦点吗 大家不要发现我治国 无道 大家不要发现我其实无能 成长到一个阶段 你会越来越久 很多事情是不可控的 你觉得一定有一些力量 可以帮助你去控制它 比如说我们开始寻求风水 找算命师 能量师 为什么 希望改变那个氛围 可是我们却没有想到 我怎么去改变我的行为 让那个正面的事情出现 在这过程当中 他觉得他做了一切 我可以做的 我所知道的管理的手段 那再来没有办法 就要让这些神明成为 冥冥中控制这些人的想法 我过去hire员工 我现在hire神明 雇用神明来帮我去搞这些 所以我就做很多 他们会开心的事情 好让神力加住我的身上 我做的再烂 你都得听我的话 因为有一个冥冥中的力量 帮我控制你们来做这些事情 这种治国办法 就是挖东墙补西墙 我为了让人民不要发现 我们现在国家外患家内有 我就盖很多很多的庙 大家都沉浸在一个 梦幻泡泡里就好了 就是因为太多不可控的因素 他知道不是我的管理手段 够严苛就控制得住 永远都有缝隙 所以这些缝隙 不可控的因素 只要输出这些神秘的力量 但是他不是 把他们当成神明 当然我如果这样做好了 他就帮我把这个缝补 帮我把那个缝补起来 这种概念一样 这个时候 以利亚先知又出现了 以利亚先知真的管蛮大的 南国王北国王 通通都在他的管辖范围里 甚至还要对这个亚兰 对哪里说话 不变的模式 就是他出来一定是来骂人的 大事出现了 这段话蛮长的 但他不是当面骂约览网 而是写了一封信 信里面说 耶和华你祖先大位的上帝如此说 因为你不行你赴约沙法和犹大王亚萨的道 反而行以色列诸王的道 使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行营 像亚哈加行营一样 又杀了你富家比你好的那些兄弟 看哪 耶和华必将大灾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妾儿女 以及你一切所有的 至于你 你必患严重的病 你的肠子也必生病 日渐沉重 直到肠子坠落下来 想象起来可能是肠癌 也有可能 事态到这个局面了 约览听完仍然不向上帝祷告 很难想象 约览长这个样子 会是约沙法的儿子耶 是 其实我觉得就是被影响越来越多 而且某种程度 甚至有一点点反抗父亲过去的一些做法 来显示他跟别的王不一样 以利亚这边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杀了六个比你好的兄弟 也反映出约然的心里面 一直有一种惧怕 就是这些都比我优秀 我绝对不能够留着他们下来 而你去杀了他们 这真的就显得你比你的弟弟们更卑劣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对自己的认知跟形象不好 他就更容易担心 有没有什么东西 会影响他的权威 有没有被肯定 变得很重要的工作 所以他一直在做类似的事情 其实以利亚一直在警告他这件事情 他的王位不是来自于他自己 乃是上帝给他的 他有没有想清楚 他要继续这样下去 让整个犹大国走向更严重的滑坡 约沙法的家教比不上雅哈吗 怎么他的儿子竟然效法岳父 比效法父亲更多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如果他都是被管教的很好 可是一旦虎妈抽掉了呢 虎妈不再告诉你这样对错的时候 你还是以这些为优先吗 你觉得他讲的很好吗 还是我终于得到机会 我放假了 我可以好好的过我想过的生活了 其实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 是 当然也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也很喜欢的 我觉得你教的对 我把它当成我自己的 跟我没有办法 不听就会被打 不听就会被骂到狗血淋头 终于大人 我可以自己做决定了 为什么不让我去做决定 我是个王 我可以用更多资源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自治的心态的话 或者明白这是一份恩典的话 就很容易变成说 我为什么不可以用 我当然可以用 就是你们以前都不会用 我现在用给你看 以后要评价一个新二代好不好 要等到他完全脱离他爸妈的控制的时候 自己独立一个人 他仍然表现得好吗 那才是真正的他 他的神真的在他心里 中文学院讲就是个君子圣毒 谨慎独自在一个人的时候 那才是真的看出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君子 我们自己一个人在滑手机的时候都滑些什么呢 其实那也是一个独处的时刻 上帝都知道 所以这才是真的挑战我们所相信的 跟我们真的喜爱的是什么 约兰王看完了 以利亚先知写给他的这封信 他没有下令要捉拿以利亚 但他也没有向上帝祷告 那身为一个犹大君王 他前面有这么多的先贤 这么多伟大的君王 像刚刚以利亚拿来念他的 有约沙法 有亚萨 身为这些王之后 约兰王到底怎么看 耶和华上帝呢 前面讲亚哈谢那件事情 以利亚骂完之后 好像都没有任何的声音 对不对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发现他就死了 他们在这边共同一个现象是没有反应 根本就不当一回事 就用这个角度来看 所谓爱的反面到底是什么 有意思说恨 其实有时候是冷漠 很清楚的证明 上帝祷里面一点重量都没有 好啊你爱讲随便你就讲吧 我就听您撕掉烧掉 就当没这回事了 爱的反面不是恨 而是默然 对就是我们讲的冷漠忽视 好啊就当空气吹过了 过了不想要多久之后 有非力士人跟古诗人来攻打尤大国 尤大国不敌 被敌军掳走了 王后 非平 王子 公主 王公里 所有的金银财宝 通通都被敌人拿走了 只有约兰王的小儿子活下来 是 上帝说呢 他要留下灯光在他们的家里 虽然约兰行到这样应当受罚 但是他对大卫的承诺 他觉得还可以继续谨守下去 我们讲说上帝是蛮有恩慈的怜悯 即便在这么大的一个叛逆当中 按着生命纪来讲 其实这个国家早就可以就放弃了 因为你们自己被约 但上帝要信守自己的话 继续留下一点机会 看到当他们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上帝是怎么样继续的怜悯 犹大国经过了这场皇室大难 约兰王的肠子开始生病了 病了两年之后 病入膏肓 最终病死 圣经说人民没有为他生活致哀 像从前为每一任王 驾崩时的致哀方式一样 是 约兰王死的时候 没有人表示难过 就是说其实 犹大全国人民也都嫌弃约兰王 我们就看到前面累积下来 比如杀了他的兄弟们 过程的统治手段一定是相当的恐怖 甚至具有威胁性的 自然的百姓 然后对这个王的信任度也就很低 甚至某个程度 哇终于死了 我总不能在那庆祝他死掉 但是至少说 好啊那终于结束了 我的这个压迫的时间 我可不可以看到一个新的迹象 对百姓来讲 这么久 对王的治理的过程 一定带来百姓非常多的不舒服 所以才会有这个结果 早在六个王子被砍头的时候 所有人民都在忍耐 敢怒不敢言 现在这个暴君终于死了 对 其实我们讲六个王子死掉 其实还没那么严重 是接下来他一定用这个方式 去管理很多的事情 里面充满了各种不信任 甚至破坏了社会 本来很合作 很信任的关系 累积到这边 他们很知道 这一切就源于这个王的管理方式 我们来讲 约兰王晚年 他从肠子真的生病 真的照以利亚先知所说的那样 他生了肠病病得要死 这两年当中 他完全不求上帝医治他 完全不向上帝祷告 他的铁齿程度 跟那个北国的雅哈蟹 几乎一模一样 是 我为什么会说 他对上帝根本不放在严厉 做得非常彻底 可能还是有做很多 其他求生文部 雅哈的女儿 可能也帮他想了各种办法 所以他觉得 反正还没有求完 我还没有走到最后一里路 我还可以再继续坚持 所以某个程度来讲 他真的很像我们讲 这不见黄河心不死 不见棺材心不死 这不见黄河不掉泪 应该是倒过来 倒过来 对不见棺材 不掉泪 不见黄河心不死 对对对 造成他 没关系 我还有一点尝试 我就是不要去求他 那个末世上帝的那种心态 在这里就看得更清楚了 其实约兰那两年 并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做 他仍然在积极的 可能为他自己求生存 但是他没有一个 是求上帝的 对 就是那个心硬的程度 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 这个溺水的人 抓满了稻草 就是不肯抓上帝 没错 是不是也反映出 我们很多在慌乱当中 在不只是疾病啊 有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自己 好像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们试了好多好多办法 但就是不愿意 好好来求上帝 因为觉得好像 求上帝是免费的 一定没有用 我再努力一下 我再做一点 就是我们这种概念 还是要重新去思考 其实我们求上 不表示我不努力 而是我相信 交托在他手上 然后我可以安心 做我当作的事 将将百宝树开箱 下回来开箱 约兰王的继位者 他叫做亚哈谢 北国亚哈王的继任者 也叫亚哈谢 后面都会有很多名字 这样交替的 当时候的菜市场名 可能就是一些 带有祝福的名字 所以他们就很喜欢 用这样延续 那也有人说 会不会因为 跟北国的关系 跟过去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可能 就用这个方式 来互相的尊重 或者是来表达 他们友好的关系 纪念先王 但是第一个亚哈谢 很糟 是是没错 我是真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 OK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